2017年 对于无数单粉来说 毫无疑问是让人无限怀念的一年 在这一年 他痛定思痛重承旗鼓 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小巅峰 今天我们就借用2017苏北的比赛录像 重新回顾改打法之后 罕见高举进攻大旗的团体单 大家好 这里是羽毛球蔡佳童 欢迎收看团体单系列的第三集西本篇 这场比赛 西本采用了强攻开路的战术 有一句话能够很好地概括西本这场球的窘境 进攻不一定赢 但不进攻必败无疑 面对太极丹 拉掉是不可能拉掉的 欧雷娃这辈子都不可能拉掉的 再加上团体赛需要提振几方团队士气 所以此情此景下 坚定不移的强攻开路可谓是西本的最优解 就算输了球也不至于输掉气势 至于林丹的应对战术 则是强攻开路加防守反击 林丹的两大战术 其实都是针对西本拳太的初期 而做出的应对 西本强攻提振了士气 林丹作为中国的代表 当然也不能示弱 所以同样定下了强攻的基调 而至于防守反击 那更是林丹的基本盘了 不用过多解释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球路分析环节 西本强攻开路3比2 西本推过顶加抓抛高 抓取突击加反控制 林丹判断失误 西本的头顶确强攻 是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 既是西本孤注一致的手段 也是林丹接下来的解题核心 我们接着看 西本强攻开路13比10 林丹这里有点被动 采用了斜线回头球的处理 被动中的斜线球路 往往是为了寻求摆脱 但能不能摆脱 还得问过对手肯不肯 只见西本一个急杀 加头顶部 直接就把球断了下来 而且还是后仰状态下的立王重杀 这里阿童给大家延伸一个知识点 首先你们有没有留意过 包括离子架在内的大部分球手 都是头顶区的半级会球抓得比较凶 正手区的半级会球是没这么凶的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其实这是由人体结构决定的 球手在头顶区击球的时候 可以目击到的鸡群力量 是多于正手区的 这就是为什么西本可以在林丹面前 绣杀上网了 因为林丹是左撇子 相当于西本威力最强的那板杀球 直接怼在了林丹相对薄弱的一侧 而丹接下来整场比赛的破局思路也很朴素 就是少给头顶球 后面会提到 继续看西本的强攻战术 是7比15 西本总共两次进攻 正手区采用阳攻 头顶区采用强攻 这也是基于刚才所提到的观点的考虑 在西本的猛攻下 林丹的防守有走摔的迹象 注意看这里交出了谢力部 这是力竭的信号 也正是这样的力竭 间接导致最后点下下网 西本以强攻代替魔血 伤及800换敌1000拿下了这一分 再看20比18 这可能是西本拳泰这辈子 打的最好的一分 在响齿中多次给出最右解 最后关头 林丹慢掉将慢回味 就试着点慢给了西本变对角的机会 咬着牙打出一波强攻 最后有个细节 林丹是来得及就球的 但来不及判断是否出界 西本的强攻战术 简单来说就是伤及800换敌1000 面对太极丹 强攻是唯一的出路 接下来我们再看林丹强攻的回合 5比3这分相当泪目 在伦敦决赛中 林丹是进入决胜局才转向强攻打法的 而这里仅仅是首局一时就砸出了强攻大招 足以说明林丹这场比赛的定调之激进 这是团体赛限定版林丹 18平推过顶加抓抛高 西本这拍其实是比较到位的过顶球了 因为林丹必须做出带起跳的马来步才能实施拦截 与其说西本摆脱不到位 不如说林丹的强攻能力太猛了 这里的干货在于林丹的补刀带有些许滑板 以此寄出小斜线追打对手的身体 增加摆脱难度 19比18招牌点杀 这拍点杀就像游戏中的隐藏技能 用的不多 但一旦用出来往往有很强的突然性 西本怀疑人生 接下来我们正式分析林丹的防反战术 也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二 在分析这场比赛之前 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伦敦决赛的分析片段 在拿督虎视眈眈的强往压迫下 林丹一旦不能挡出贴网而过的回球 很有可能就会陷入拿督的球路循环 但在手局可是吃过这个亏的 所以拿督的下压强往战术可谓是相当的入心 林丹面临多大的心理负担可见一般 那么拿督的战术除了多达四数的好处之外 又有没有坏处呢 其实也是有的 下压强往球路最大的坏处 就是相对于四方球路而言 对对手的调动相当的有限 一旦被对手熟悉节奏 对手往往只需做好中前场的防守 即可完成高质量的跟随 事实上林丹也是这样做的 甚至在经过短暂的试探过后 林丹还开始做出大胆的前压反抢 通过带预判的抓取 来中断拿督的球路循环 颇有节全道的意味 西本的强攻开路打法 可以看作是强化版的下压强往 所以林丹在这场比赛所用到的应对策略 和伦敦决赛末局也是如出一辙的 先做好中前场的防守 并伺机加入带预判的反抓取 五平 这一份干货很多 首先林丹这里把球推到西本的正手区 而不是头顶区 就隐藏了两层算计 刚才我们提到 头顶区能够目击的力量更多 所以控制正手既能限制西本的强攻 还能把西本的直线暴露在自己的正手侧 为下一排反向抓取 设下了铺垫 其次 林丹铺网还是没有忘记铺追身 细剧的是老天帮了西本一把 球擦网减速了 此时 丹非常后仰 只能交出直线高远球 索性非常到位 西本选择阳攻 怎料 又是一次反向抓取 林丹能够挡出斜线不是偶然事件 而是归功于早已制定好的备战思路 13平 西本又是一把头顶强攻 西本不甘心 正手又是一把 林丹防反得分 注意看西本这里交出了谢力步 说明下肢即将力竭 但仍是拼命回防 怎料林丹直接披了一板重复落点 西本要是不这么拼命 也许还能接到 林丹找到了反击的最优结 15平关键分 林丹还是控制正手底线 连续化解西本强攻 西本球路强硬 林丹有走出来的迹象 可惜最终西本自己撑不住气 下一分19比20也是类似的情况 林丹的防守给西本的内心 施加了反作用力 西本被迫追求更加极致的弱点 亲手丢掉了守局的最后一分 小总结 林丹的战术执行相当完美 简单来说囊括了三大要素 一是做好了中前场的防守 用9分的消耗 跟住了对手12分的消耗 二是做出了大量反向抓取 断开了对手的球路循环 三是在此基础上多控正手 少给头顶 弱化了西本的强攻 也强化了自己的反抓取 西本之所以能从这样的林丹手上 砍下19分 是因为采用了王盖打法 去年的日本赛 也是用这个打法 击败了技术更好的周天成 打到最后几分 还顶着抽筋咬牙强攻 西本对自己狠到这个分上 能把林丹逼入困境 就不难理解了 可惜接下来 西本的体力遭到反噬 次局逐渐走摔 林丹有惊无险拿下 四平推正手过顶 加抓抛高 六平 林丹还是控制正手 林丹给头顶 西本马上强攻 最终西本的华丽滚网而过 八平 拉掉突击 西本推过顶 加抓抛高 林丹防反得手 西本的球路不错 可惜杀球压不住林丹的转身 连贯的速度也拿不到高点 球路有了 但力量和速度 无法支撑自己的梦想 只能说 手局的体能耐架太大了 十一比十九 西本控网强攻 林丹防守反击 最终 林丹点杀得手 重看慢放 林丹一杀的威胁并不大 可能就连他自己也fuel到 这排杀球换不来补到机会 所以一杀之后冲得不快 西本本本着顶回头球的想法 阻止林丹冲抢 怎料林丹没有打算冲抢 直接等来了守住待兔 13比12 拉掉突击 西本鸟牙进攻 最终 停顿回放出界 这场比赛是真的能看出林丹的防守有多牛 西本虽然抓了很多次林丹的斜线抛高 但付出和回报竟然不成正比 林丹虽然防得很狼狈 但始终能守住丢分的关口 最终又一次化险为一 13比14 收掉变化 收掉变化不是一项赖以得分的手段 而是在进攻手段上衍生出来的点缀手段 这类似游戏中的限定技能 考验的是玩家对使用时机的判断能力 这排收掉既是卖出了比分上的一小步 也是卖出了星期上的一大步 和西本的孤注一致相比 林丹显然有更多选择 就这样 在最后关头 西本不见丧气 林丹终于拉开差距 眼看西本的新气下跌 林丹果断补上一个大逼兜 西本的小摩托彻底熄火 最终 节目的最后 总结一下西本的表现 西本这场其实给林丹造成了很巨大的压力 功德猛也就算了 而且还伴随着许多好运 毫不夸张的说 西本发挥出了12分的超场水平 差点就让林丹破口大赞 假如只是功德猛 林丹的防反完全不在话下 关键是被幸运之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眷顾 这毫无疑问会极度冲击林丹的心态 某种程度上 西本这场可以说是加满了buff 老天为林丹增加了难度 也为我们增加了观赏性 但林丹还是两局直落击败了对手 这就是当年中国队的定海神针 一个可以永远相信的男人 我很怀念有林丹的日子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团体单片的第三集了 感谢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节目可以关注我 那么我们下期见